我們這邊的特色是 不要把油抽出來 直接巧克力漿去做 你把高精力價值的 那個游泳鍋放在化妝裡面 你把它放到巧克力裡面 就是不要把油抽出來嘛 那這樣的話 你的巧克力很貴喔 這就是最真實 其實全世界很難發現到 這樣的產品 天啊 我太期待了 來 整鍋倒下去 不能 慢慢倒 你看 它要慢慢倒喔 欸 裡面我要那個 巧克力漿耶 這好像我們一般的小朋友 就拿那個東西來沾有沒有 它這台研磨是 根據我們以前那個石墨有沒有 去研磷去做的 了解 那我要怎麼倒 倒在哪裡 你就慢慢倒 倒在這邊就可以了 倒在旁邊 哪裡都可以 可是要慢慢喔 要慢慢喔 這樣夠慢慢 一點 要很慢 慢慢的 要很慢 對 沒錯 欸 真的耶 因為它有油 所以裡面居然是薑耶 台湾給你 香醇濃郁的巧克力 是女生最愛的甜點之一 以前台灣的巧克力 幾乎全靠進口 現在竟然有人在屏東 種起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 而且還用一條龍生產 製作出媲美國際水準的巧克力 甚至還研發出可可創意料理 巧克力大王 你是怎麼辦到的 好了 可可在這裡不會啊 都是檳榔樹啊 而且要找一位叫阿三哥的 阿三哥 阿三哥 我在這裡啊 在那邊 來...看一下 阿三哥 你在這邊幹嘛 我在看我的可可園啊 這個是可可喔 對 那邊那個檳榔樹也是你種的嗎 是 我種的 你到底是種可可 還是種檳榔樹的 沒有 這個可可樹 一定要在檳榔樹底下種 為什麼 因為它跟咖啡一樣 屬於赤森林的 對 它在半日照的環境 對它來講是最好 正好我們這邊很多檳榔的產業 可以跟它共生 然後它長大之後 才產很多果實嘛 然後之後才把檳榔樹把它砍掉 照道理來講 可可是在南北尾20度左右的一種 非常熱潮溼的環境 台灣好像不到非洲那麼熱吧 不到一些國家那麼熱啊 所以這個可可在台灣 只有適合屏東高雄地區栽種 因為這邊濕熱 它的溫度還有濕度夠 所以這是小顆的可可樹是不是 對 來 我看一下小顆的可可樹 這個也差不多有三年多了 這一顆一顆長得像 真的怎麼講 這個是 像小苦瓜一樣 這是可可喔 對 它是屬於幹生花 長在樹幹上 還有樹枝上面 哪一個是花 這個就是花 那這真的可可果在哪裡 就這個 它授粉成功之後呢 小小的 現在這個也差不多快一個月了 那這個呢 這個差不多兩三個月了 是一個月跟兩三個月差這麼大 對 它到成熟可以採收 要差不多五六個月 那怎麼辦呢 不是季節囉 我現在來錯季節囉 不是 事實上是這個 台灣的氣候比較特殊 它八九月非常多颱風 它颱風摧殘之後 它有危機意識 它花會長得特別多 就像現在一樣 有可能像我受到刺激 我就趕快 趕快 我要趕快把我下一代弄出來 對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八九月的花 就是我們那個 三四月的果實 那我們今天有辦法看到 已經成熟的果子嗎 有 我帶你過去 你帶我過去看是不是 對 來 我們先去看看 好 阿三哥 你不是要帶我來看成熟的果實嗎 果實 我們這裡沒有呢 再等一下 我先帶你來看花 它怎麼授粉的 不是應該有蜜蜂嗎 No 它這個不甜 也沒有香氣 所以呢 蜜蜂從來不接近它 主要還是靠螞蟻 來幫它授粉 螞蟻喔 對 竹子放在篱笆邊 有螞蟻會在這邊竹窩 螞蟻在竹子裡面竹窩 對 所以你現在要把它掌出來 就對了 對 要把它掌出來 掌出來 掌出來 這是如果打開 先把它打開一點點是不是 對 把它家的門打開一點點 喔 走 哇 這怎麼會被人家 會稍微 我沒關係 這已經習慣了 你看看 它很多螞蟻有沒有 它裡面更多 它就是 它花瘦粉的媒介 太苦了 你不要怕 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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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酸酸 它這個乙酸應該很高 不會 它這個咬 絕對不會腫起來或怎麼樣 但是它那個 我剛剛一咬的時候 我又感覺到酸酸的感覺 OK 沒有問題 OK 那我要不要放你一點 你看你身上 蛤 那時候 還是會咬到 還是會咬到 這螞蟻很大隻 所以這螞蟻呢 現在出來工作了 對不對 那平常時間 你看看它在這個花上 有沒有 花到那邊走來走去的 它就幫它授粉 這個成功率很高 過兩三個月之後 就會像這樣子 小小的 這小小的有沒有 這小小的就是 它已經授粉成功了 這綠都一樣 來 來 這什麼 綠都一樣 真的會咬 真的會 唉唷 雖然這可可樹的花苞小 蜜汁不多 不過卻是螞蟻的最愛 為了讓小昆蟲 保持一定的數量 栽種過程中 不噴灑農藥 只是為了種出最有台灣味的可可果 真實不容易 只是成熟後的可可果實 會變成什麼樣的模樣呢 它就是我們做巧克力的原料 但你不講話 因為你看我真的以為是不乖 我就是黃色就成熟了 成熟了 這用轉下來嗎 用剪的喔 用剪的它是不是才不會細菌感染 你要剪嗎 我來剪這個頭 對 剪OK 漂亮對不對 很硬耶 這個呢 這個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半縫 這沒關係 OK喔 是… 好 來 好 這邊 那為什麼這邊的顏色這麼不一樣 對 那個全世界目前可可的品種 主要有三種 大哥你的顏色好特別 這還有紅色的 對 它是其中一個品種 這三種果實 成熟的時候呢 這三種都變黃色了 這裡面果肉很好吃 我開一個給你好不好 好…來 這裡平常帶著配刀喔 配刀喔 來 希望不要人 要大顆一點好不好 阿三哥 這樣 阿三哥 好 各位 觀眾朋友 沒有看過可可的人 這一集就要看到嗎 今天要想喝一下 來這裡面那個 可可裡面長這個樣子喔 你先嘗一下果肉 天啊 可可這麼好吃喔 要做的巧克力幹嘛 這樣就可以吃啊 對啊 生食主義的人 就把這個 當做巧克力 好好吃喔 量感分非常高 而且到最後 會有一個奶香味耶 對 沒錯 最重要的 每一顆豆裡面 它含有50%以上的可可油 原來可可果實內的內部 是長這樣的啊 這下真是長知識了 三十年前阿三哥在美國 從事旅館業 十年前回到屏東 有建於檳榔素是西洋產業 而且對於水土保持有害 於是開始試種可可素 現在不只成功種出可可果實 還成立了巧克力觀光工廠 外型貌似木瓜的可可果 究竟是怎麼樣 變成成香醇濃郁的巧克力呢 一般產區它都會種香蕉 我們用香蕉葉 跟它攤開來 OK 等於說是把它覆蓋起來 OK 沒有經過這六七天的發酵 永遠做不出巧克力的風味出來 真的 所以發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那巧克力的苦跟甜跟發酵的過程 多寡有關嗎 應該是多寡有關 是喔 所以把它整箱包 鋪滿這個可可果子之後呢 你就要用香蕉葉把它包起來了 對 把它包覆起來 包覆起來 要放在太陽底下嗎 不用 當然我們最好是在有遮雨盆的地方 因為不要讓空氣中的包子好 這樣太接近它 新鮮的可可豆利用香蕉葉包裹 發酵到第三天時 要進行翻攪的動作 才能夠確保每一顆可可豆 都均勻發酵 透過這全程五到七天的發酵 果豆因溫度產生變化 會散發出獨特的香味 再基於高溫烘焙脫殼 接下來就可以拿來研磨囉 三哥 黑金 對 沒錯 對不對 這在怎麼樣 奇貨市場裡面是很高興價值 這十年前奇貨市場 就已經畢料這個 以後是黑金的產業 這個是沒有脫油喔 沒有脫... 因為最主要人家是 國外是要可可油嘛 對... 但你這把油 為什麼要留在這裡 現在還沒進過研磨 對 它有50%以上可可油在裡面 所以我們一進過研磨 就變巧克力醬了 一般就是從那裡 把油抽出來 去做高級的化妝品 那剩下的就是可可粉 那可可粉這樣替代油加糖 就是一般的 巧克力 發酵做的巧克力 那我們這邊特色是 不要把油抽出來 直接巧克力醬去做 你把... 你把高級價值的 那可可油溫化妝裡面 你把它包到巧克力裡面 就是不要把油抽出來嘛 那醬化你的巧克力很貴喔 這就是最真實 其實全世界很難發現到 這樣的產品 天啊 我太期待了 來 整鍋搭上去 不容易... 不能知道 要慢慢倒喔 裡面好像那個... 巧克力漿耶 這好像我們一般的小朋友 拿那個東西來沾有沒有 它這台研磨是根據我們 以前那個石墨有沒有 去年齡去做的 了解 對 那我要怎麼倒 到哪裡 你就慢慢倒 到這邊就可以了 那旁邊 哪裡都可以 可是要慢慢喔 要慢慢喔 這樣夠慢嗎 要很慢 慢慢的 要很慢 對 沒錯 真的耶 因為它有油 所以裡面居然是薑耶 對 摸出來就是薑 這個現在因為還沒有辦法糖 所以它本身會有甜味嗎 它就是100%巧克力啊 三顆粒這很大方耶 對 還有100% 純天然可可油的巧克力醬 就在我的眼前啦 我的肩膀散不開了 它因為它直接鹽磨把它 還比較濃稠 時間久了它就會越來越濕 我必須得講 千萬的我不建議你吃 因為這個薑呢 差一點 你知道它裡面的明明很難打開 它們的巧克力的香氣 非常非常十足 好濃郁的巧克力喔 好濃郁喔 好濃郁喔 天啊 來 再倒 可可豆經過脫殼 壓碎之後取出可可人 透過研磨機研磨 變身巧克力醬 接著再進行調溫的步驟 最後才能夠製成巧克力 阿山哥說 調溫主要是讓油脂分布均勻 藉油溫度的升降 分子結構會重新排列 巧克力口感會更好 方法很簡單 先將三分之二的巧克力薑 倒在溫度較低的大理石桌上 雙手反部攪拌 直到巧克力薑 溫度降到28度為止 原來是要這樣半炒一下 感覺好 來 28度是不是 好 這樣這樣這樣 對 把另外三分之一倒下來 它溫度會升高 然後呢 你現在動作主要就是讓它 盡量這樣到28度好 讓它集體到28度是不是 對 還有多少 28 好 停 對 好 後面 這百分之百呢 從純香的巧克力 經過調和降溫之後 到底它的汁是怎麼樣呢 可是它口感完全不一樣 好香啊 好好吃喔 等一下你就知道喔 經過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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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好好吃喔 心情超好的 阿三哥說2007年的亞太營養協會證實 可可因為含有黃碗醇成分 它不只可以降血壓 降膽固醇 還可以抗憂鬱 提升好心情 難怪會受到大家的喜愛 而這經過調溫的巧克力薑 倒入模具之後呢 再送進冰箱冷藏 巧克力製作就完成了 可可除了可以做成巧克力之外 還能夠變出不少美味料理喔 好 台灣可因山可可大餐 對不對 很可口的 沒錯 來 阿三哥你一一給我介紹 什麼巧克力的東西 我們先吃巧克力吧 對 這是用80%巧克力香 調配一些其他的食材 OK 好 然後我們重點就是 這個是用有機玫瑰花瓣 這是我們平東在地的產品 這個吃的時候 那個花瓣好香喔 超美妙搭配的 我就故意不說 讓你自己感覺出來 對 我覺得這個味道 有一點貴族感 對 因為那個玫瑰花的香氣 到底覺得說 你好像處於一種 皇室的城堡裡面 我覺得這個不錯 而且又在地食材 我喜歡 這個呢 有一點咖啡色 這該不會是巧克力湯圓吧 巧克力湯圓 裡面有巧克力薑 吃下去有爆香的感覺 濃郁到不行 這是女生最愛的一種 這個是爆香耶 讚 我們還有一個很驕傲的產品 就是生果 這個果實打開來 果豆它是紫色的嘛 那配上荊棘檸檬 它是很紅色很漂亮 這完全純天然的 這跟巧克力有關係 它就是生食主義者 就是把這個當巧克力漿嘛 有吃到那個生食的時候 那個味道耶 對 然後加上一點荊棘檸檬 對 又非常健康 做成冰棒 又有一個想法 太棒了 對不對 冰棒裡面還有荊棘的火熱 對喔 或是你要有一點巧克力碎片 你真的可以來這邊當老師 你來當我 老師而已喔 老師跟老闆差很多耶 我來林老師 我去世林耶 林老師耶 真的喔 你老師比較好 我去吃 為了要讓大家吃到不同於以往的巧克力滋味 阿三哥還特別研發了巧克力火鍋 巧克力茶葉蛋 巧克力壽司等口味 千變萬化的蔥魚料理 多到顛覆你我的想像 阿三哥人生下班場的巧克力之旅 一路走來 雖然遭遇不少問題和挑戰 但在他身上 我體會到了一個人的成功 不是偶然 而是在於他的態度和心境 期許他的可可夢 未來可以更加的茁壯耀眼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莫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乎想像的 台灣得命